好 接下来focus的是西班牙举世文明的舞蹈 你你马上会说佛朗明哥 很多人认为佛朗明哥就是代表西班牙 它已经列入了UN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但是佛朗明哥的起源又是什么舞蹈 我们要讲的就是流传千年的霍塔 霍塔在阿拉伯文里面是跳跃的意思 这个舞是起源于西班牙东北部的亚拉岗省 风行欧洲 拉丁美洲 甚至菲律宾 它启发了李斯特 补出了西班牙狂想曲 现在曾经三度提名奥斯卡的西班牙导演 叫做卡洛斯·索拉 要用通俗文化大众电影 把奔放的霍塔跳进你的心坎里 想到西班牙的舞蹈 我们会想到佛朗明哥 但其实西班牙的民间音乐与舞蹈 还有一个无可忽视的存在 叫做霍塔 霍塔是一种三四拍 或说是六八拍的快速舞曲 它源自于西班牙东北部的亚拉岗省 以歌舞传送民间故事与异式 比方说恋爱的甜美 还有婚丧喜庆 更有大量霍塔舞曲 吟唱着游子对于故乡的思念 曾在1984年以佛朗明哥电影卡门 入围奥斯卡奖最佳外语片的 西班牙大导演卡洛斯·索拉 以84岁高龄奏度拍摄 以舞蹈为主题的电影 他全新回归到故乡亚拉岗省的霍塔舞曲 索拉邀请西班牙顶尖的音乐家与舞蹈家 在这部电影中献疫 并且以精心设计流畅无比的运镜和剪接 让以目前的观众也能如临现场一般 感受这项西班牙国粹与他的前世今生 获塔的语言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变 并且开枝散叶 而是千年传统的乐音与跳跃 也能呈现新颖的艺术层面 就像电影一开场时 这群舞蹈教室里的孩子 他们学习一段又一段传统的霍塔舞曲 也终将演绎出代表自己世代的语意 索拉用镜头述说着任何形式的艺术文化 都必须接地气融入市井生活 才能生生不息 TVB新闻综合报道